有些同学在一开始学琴的时候啊 兴致特别高 可是慢慢当他学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 好像觉得兴趣就没有那么大了 那我想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的乐曲也好 我们的技巧也好 到达一定的难度之后呢 一定会有他枯燥的一面 因此这个时候呢 我建议大家看看 能不能把以前的自己练得很熟的一些 简单又好听的乐曲呢 拿出来复习复习 那同时也可以他给自己的家人 还有一些朋友听 那我想在得到一些赞许 得到肯定的同时呢 一定会带给你更多的自信心 并且呢会增强你的兴趣 另外呢我想也可以增加一些 你的毅力 让你去克服目前所遇到的这一点小小的问题 在这呢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牢牢的记住四个字 那么就是跪在坚持 也许你现在遇到一点小小的困难 但是也许你稍微的坚持一下 可能你就能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上 那当你在感受这种收获 享受这种乐趣的同时呢 你一定会觉得目前这一点小小的付出 这一点小小的努力 那绝对应该是值得的